不知道你可就可以帮我们一次 就可以 十年前由林依晨和郑元唱主演的偶像剧 恶作剧《之吻》《红遍亚洲》 成为快智人口的作品 当年的制作人十年后决定在挑战经典 找来李玉玺 吴欣廷和龚以腾等新生代演员 重新演绎 早前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中 眼红校园男神欧阳非凡的李玉玺 这回要从阳光南海转型为冷酷的僵直樹 李玉玺坦言压力很大 但也希望能创造出新的经典 第一次和吴欣廷合作 两人的感觉又是如何呢 她比我想象中白痴一点 就蛮有趣的 就是她私底下也很像 就是笨笨的这样 什么东西都会忘记带这样子 或是什么 你又买就爆我这样 因为前面的都是经典 所以就是自己还蛮紧张的 而早前因为演出汽车广告 小敏一脚爆红的吴欣廷 这一回单纲向月琴这个女主角的重任 不过她原本就天然萌的可爱特质 其实和月琴也很像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在看剧本的时候 然后月琴说的话我都觉得 这好像是我自己会说的话 对 有趣的是每次都演少女的蔡灿德 这回要演李玉玺的妈 让她很崩溃 唯一值得高兴的是 对啊可是今天 我虽然不是演少女 可是我是整剧当中 唯一可以合理合法的 对李玉玺上下其手的人 她是我儿子嘛 对啊我会好好爱护她